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甘腾的小白 上期 深血回忆起还没有成为胸控前的故事 兄妹二人跟随母亲前往冲绳度假 谁知 在半途遭遇别国袭击港口 危险一触即发 原来封建邀请四人前往基地避难 也是四野真夜安排 深夜皱眉 要真是敌人来袭 那基地岂不是最容易遭到攻击 真夜无所谓 反正也要遭到攻击 在基地还是在外面都一样 毕竟那伙势力一向如此 真夜提议 既然要去基地避难 不如直接将四波的束缚解除 反正有深夜在现场 解除四波的束缚 避如反掌 既然家主都这么说了 深夜便答应了这个要求 随后 深夜让四波告诉军方接受保护 封建那边很快派出接送的士兵 正是上次有一面之园的桥 对方带着深夜一行人进入基地的休息室 说是等避难所准备好了 就带他们过去 诺道的休息室 除了他们四人外 居然只有一家四口还在 随乡总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避难所还要做准备 深夜却明白 所谓的准备大概是掩饰高官们想逃走的事实吧 斯波看出深血的紧张 安慰他没关系 他会陪着深血的 深血一听斯波 又叫自己深血 面上羞涩 内心却十分高兴 这时斯波突然起身 外头的枪声越来越大 斯波检查了屋内的情况 确认休息室有对魔法的控制 深夜让他出去观察情况 斯波却说屋外情况不明 要是贸然出去有敌人入侵的话 他没办法及时保护深血 深夜眉头一皱 大胆 谁让你叫的这么亲密的 斯波立刻道歉 深血却有些难过 随后 深夜解除了斯波的束缚 房间内的安全交给了随香 斯波立刻前往了外部 他发现所谓的战斗 其实是基地内部一些人在交战 斯波意识到不妙力后撤 这时 休息室内 穿着作战服的几名士兵走了进来 说是要带一些人去避难 深夜婉拒了请求 并表示自己这边有人出去看情况了 随香本打算深夜先撤离 这么一听 立刻住口了 这时旁边的避难者 让简先带他们离开 士兵眉头一皱 所以香就明白深夜不走的原因了 果然 这时乔冲进会议室 他质问好友为什么背叛日本 好友毫不犹豫地开枪扫射了乔 见乔躲开了 他才说起了原因 虽然他们都对日本效力 但军队总觉得他们是美军移民 永远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队友看待 乔大怒 质问他 部队中大伙不都是以战友身份相处的吗 好友反驳他 那是因为乔是魔法师不是普通人 所以军方对他的态度才那么好 乔大失所望 好友刚才还说 队友其实移民 他们不也将自己这个好友和普通人区分开了吗 这下三人一愣 感觉乔说的有几分道理 就在乔不断劝说下 三人态度有所软化 似乎准备放弃继续战斗的念头了 深血却觉得这是个机会 立刻使用精神系冰封魔法封印了敌人 士兵一看队友倒下 当场大怒 推着深血 开枪扫撤 碎香瞬间挡在了母女俩身前 密集的子弹没有放过任何人 碎香中弹后率先倒下 深血和深夜也难逃一劫 这时斯波火墙而入 凯枪直接抹杀了金发大兵 将剩下几人迅速解决后 他看向倒地的深血 终于慌烂起来 赶紧上前复原深血 此刻的深血感觉非常疲倦 他似乎听见了哥哥的呼喊声 斯波说一定会救活他 深血闭上眼睛 随着斯波的魔法生效 他感觉自己身体被修补 重新塑造成一个完整的活着的人 他被斯波的能力所震撼 以为自己拥有一个这样的兄长的骄傲 等在苏醒后 深血对斯波产生了眷恋 斯波摸了摸他的脑袋 最后斯波陆续治愈了深血和碎香 不但修复了血迹和伤口 就连衣服上破损的地方都被复原了 简直不像是再生 像是时间倒流 碎香都没想到还能活下来 这样的魔法存在 简直就是一个霸道 最后军队赶来接手休息室 深夜因为身体本就不好的缘故 被治愈后还在昏迷中 风尖和真田对斯波表示歉意 这次的骚乱是基地内部的分裂 他们会想办法补偿斯波等人的 斯波问俩人 这次叛军的目标 是不是休息室内爱一家四口 风尖点头 这一家是军方的重要合作目标 叛军估计是想抓他们当作人质 斯波得知他们只是被拨紧的对象后 稍微松了一口气 然后问风尖目前占据情况 目前敌人已经掌握至海权 不过上岸的队伍已经被攻击过了 很快日方也会派出空降部队 斯波点头 让俩人将深血三人保护起来 并借给自己一套战斗服 风尖问斯波为什么要出手 斯波表示敌军伤害了深血 他要让对方明白 伤害了深血的下场 深血和碎香愣在了原地 风尖并不排斥斯波带有私人恩怨上战场 但提醒他 不能屠杀非战斗人员和投降士兵 斯波皱眉 他不会给对方任何投降的机会 风尖点头答应他加入队伍 斯波称自己不会听从军方指挥 不过看在两方的目的相同 他会急于帮助 风尖让真田带斯波去领取装备 深血追了上去 祈求斯波不要上战场 就算是生气 去战场上也太危险了 真田见状 给兄妹俩腾出说话的空间 斯波却告诉深血 他必须要这么做 否则怒火难以被熄灭 毕竟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被他重视的存在 就只有妹妹深血一个人 斯波告诉深血 他是时候了解真相了 不过斯波这个时候 准备奔赴战场 所以让深血回去问母亲 不过斯波保证 自己最在意的还是深血 为了深血 他一定会回来 这时深夜也苏醒了 三人被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司令官指挥部 同时 他们也能看见敌人登案 斯波换上了CAD 面对大量的敌人 他不但能消磨子弹 还直接抹出掉敌军的存在 同时可以将被敌人击毙的队友复活 这种存在 简直就是敌人心中的噩梦 深血健壮询问深夜 为什么斯波说 他是唯一能够重视的存在 深夜叹了口气 决定告诉女儿真相 却要求他 不准称呼斯波为哥哥 因为斯波只是个不成器的家伙 深血不明白 斯波分明救了他们 深夜却说 那是斯波仅有的能力 依照魔法师的标准 斯波一出生 就是个瑕疵品 别的魔法师能干减现实 斯波却只能分解物体 并重新组织情报 正常魔法是让物体产生改变 所以斯波 天生没有魔法才能 我真的很不懂你们魔法节 什么魔法 能用分解和重组枪啊 深夜知道斯波救了他们 但斯波那样的能力 其实都算不得魔法 深血一听 那确实 七死回生 简直是奇迹 然而斯野家作为魔法师大户 不是魔法师的孩子 在本家根本没有存活的机会 于是七年前 他和真夜联手 对斯波进行了改造 在他的大脑意识领域 植入人工魔法师运算 赋予了斯波成为魔法师的能力 实验成功了 不过斯波的情绪波动出现了问题 嫉妒 羡慕 喜悦 一系列情绪完全消失 只有一项勉强保留 付出这样的代价 换回来的 就是操控魔法的能力 深血扔在原地 但就是这样的改造后 斯波获得的能力 仍不如先天魔法领域的演算速度 所以 他只能被当作守护者使用 而实验的人 毫无疑问 正是两人的母亲 深夜 这一刻 深血也明白了 失去感情的 远不止斯波一人 还有作为母亲的深血 至于斯波最在意深血的缘故 深血猜到了 却不愿意相信 斯波仅剩下的情绪 就是兄妹之情 他深爱自己的妹妹 只想保护深血 深血悲伤的五处嘴 深夜叹气 在最后一项感情的选项中 他放弃让斯波 对他这个母亲留下情绪 而是将深血 交给了斯波来保护 所以斯波 也完全不将深夜当作母亲 深血终于意识到 自己对于斯波来说 有多重要了 他认为自己 无法弥补这份情感 这时 海岸战争 已经到了最胶着的时期了 敌方的舰队 出现在肉眼可见的地方了 日方的海军 还不知道在干什么 支援根本过不来 一旦让舰队登岸 他们这群人就彻底叽叽了 这时 斯波看向舰队 突然架枪瞄准舰队 碎香通过镜头一看 意识到斯波的计划 他主动请命去支援斯波 深夜点头同意 斯波决定使用魔法后 劝封坚和真田先撤离现场 因为他也不敢确定 这一招能否成功 万一威力没控制好 可能会误伤俩人 两人毫不在意 决定留下来帮助斯波 斯波瞄准舰队 发出第一发攻击试探后 舰队开放反击 真田和封坚构加护盾挡 但是斯波还处于读取数据 分析情况的状态中 敌方第二次攻击抵达现场 关键时刻 碎波冲到了战场 他第一时间放出了魔法护盾 瞬间挡下了战舰的数次连射 风剑吃惊 这护盾的强度堪比十文字 但调整体出生的碎波 真的能扛住吗 这是斯波独挑完毕 他使用了战略级魔法质量爆散 但仅凭引爆水珠 就将整个海面上的舰队全部歼灭 可同时 碎波力竭倒地 爆炸带来的海浪席卷过来 三人带着碎波赶紧撤离现场 碎波身为调整体 刚才那一道防御 几乎好空了他的生命力 斯波准备将其复原 碎波学说 这是他选择的命运 不再以工具的身份活下去 而是以人类的身份面对死亡 斯波终于放下了使用再生魔法的手 四年后 兄妹俩带上了水波前往冲绳 纪念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民众 碎波的遗体 按照遗愿火化洒入大海 那时深血就意识到 自己在冲绳死过一次了 失去了母亲赐予的生命 再次被斯波赋予新生 水波你看起来 好像个电动跑我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对于好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